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Fake 可莱德莱奈 魔法少女伊利亚剧场版 在11月2日登上了马来西亚的大荧幕 而我又理所当然的在上瘾的第一天就跑去看了 相信大家就算没看过这部魔法少女伊利亚 也都应该接触过其他Fake系列的作品 而今天的主题魔法少女伊利亚剧场版 正是该系列的衍生作品之一 那这部魔法少女伊利亚雪下的誓言又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呢 就让我来简单的向各位介绍吧 首先该作是由蔡木负责剧本 广山红负责作画于2007年开始连载的漫画 并在2013年交由Sewerling动画画 至今一共推出了4季TV动画 以及今天的这部剧场版 魔法少女伊利亚雪下的誓言 这故事一切的起源 一切的开端都从这里开始 那么就让我们回到最初的时候吧 其故事讲述主角魏公四郎与他的养父 在找寻如何救济全人类方法的一次旅途中 来到了日本的东墓 并与能实现任何愿望的神幼子美游相遇了 到底主角该如何去运用这份力量呢 是将美游视作为一家人一起生活呢 还是将美游视作为救济全人类的道具呢 一边是自己长久以来所盼望的结果 一边是拯救过自己的养父所寄托的理想 在养父去世后如此重要的重担就交到了主角的手上 然后时光流失 这份沉重的抉择也伴随着主角一同上了高中 就在这时 那个一直不敢面对的问题 迎来了必须决定的一刻 尽管是多么的难以抉择 该来的还是来了 在这个命运的分岔路口前 我们的主角魏公四郎会怎么样去选择呢 那结果是如何有看过该作的我不说你们应该也都知道的 至于不知道的人看了PV大家应该也都有点头绪了吧 想知道的话大家就花个票钱到电影院欣赏吧 在这里你会看到一个至今为止最潮最为帅气的魏公四郎 还记得当时刚看漫画的时候我的裤子都湿透了啊 不过也就是看漫画的那个时候罢了 这次的动画剧场版可说是差强人意啊 比起漫画给人的感觉 剧场版给人的感觉总觉得差了那么一点 不知道是不是经费不足 有些战斗部分的作画明显可以看出不足的地方 然后还有一些部分的解释我认为不够详细 像我的同学看完后有些地方不是很明白 比如主角拿的卡片明明是空的 为什么能变身 还有明明只收集了六张卡片 为什么最后会多出一张等等的 对于刚接触废的观众确实无法向我们马上就能理解 而且还有一点关于这张海报啊 伊莉亚放那么大真的没问题吗 时长大概90分钟的电影 伊莉亚出现的画面大概连一分钟都没有吧 什么魔法少女伊莉亚我看应该把片名改成魏公巨侠传还比较适合吧 总结来说对像我这种有看过原作漫画的人来说 这部剧场版难免会对某些地方感到失望的 无可否认负责作画的广山红真的把漫画画得非常有魄力 再来就是对于费系列的老观众们 相信应该都已经习惯了UFO TABLE的作画 大家会拿来比较也是无法避免的事情 所以说营练真的要加油啊 不过如果你是没看过魔衣的新观众 这部剧场版还是值得一看的 就像跟我一起去看这部剧场版的同学 也是第一次接触魔衣 也觉得说本作的四郎超级帅的 之后也说打算去补TV动画 对于新观众 这或许也是个不错的入坑方式吧 所以魔法少女伊莉亚雪下的誓言 对你们来说觉得好不好看呢 抛开制作方面单论故事本身的话 我认为这是一部不雅于其他费系列的作品 这不是一个少年梦想成为一名正义伙伴的故事 也不是一个为自己所爱之人而放弃理想的故事 魔法少女伊莉亚雪下的誓言 所述说的就只是一个少年想要守护妹妹的幸福 而因此战斗的故事 所以说妹控真的都不好日啊 总而言之非常推荐没看过魔法少女伊莉亚的观众 可以试着入这个坑 不论是从动画还是漫画 又或是这次的剧场版开始入坑 都是没问题的 不过我会比较推荐漫画就是了 还有说真的看到剧场版里 音音的戏份那么多 也让我开始等不及 Face Day Night Heaven's Field的剧场版了 听说这篇章里的四郎也是非常的潮啊 真的是非常期待呢 那么以上就是本次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话就记得like跟share咯 想看到更多就记得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空白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